為什麼這東西容易暴躁 易怒 到底是缺了什麼東西 如果你常常會容易易怒暴躁的話 代表你缺鐵 鐵 而且嚴重的時候 甚至你的組織器快容易缺氧 因為其實如果你本身 比如說起床氣 或容易 急序化 那可能都代表你體內 嚴重的缺鐵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鐵 好像跟瓶血有關 但是其實它包括跟我們血紅素 攜帶氧氣 或者是身體製造能量 都需要鐵 所以如果當你嚴重缺鐵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能會疲憊 精神不济 那自然而然就比較容易不耐煩 容易生氣 真的耶 因為我本身就有地中海貧血 對 而且其實像鐵 這個礦物質很特別 我們幾乎所有的礦物質 都是男生需求量大於女生 唯獨鐵 我們女生需求量 比男生大 至於說像剛剛大家講到 這麼多金錢政務群 可能或多或少 也跟體內缺鐵有關 所以我們植物裡面 可以多攝取一些像 牛肉 羊肉 生綠色的蔬菜 是平時嗎 還是那個 平常就要吃 然後還有一些 包括像內臟類 豬肝 都可以補充 來維持我們體內也的主動 所以你看 照顧一個身體這麼樣 複雜的一個機器來講 是很難的 有的說內臟不要吃 肉不要吃太多 過油腹肌都不好 所以你平常都要自己關心自己 因為自己身體自由 自己知道 別人看不知道你哪裡不舒服 你又不願意告訴別人 就自己關在門房裡面生氣 又引起家裡適合 我跟你講 這個鐵的問題 我剛剛還沒問他 鐵過多該怎麼辦 鐵過多 有些人會補充鐵劑會便秘 不是 對 鐵劑 我曾經就是鐵過多 因為為什麼 我去 因為我以前有個醫師照顧 他說你血液裡面 你造血功能很好 可是你鐵質過多 所以他每個月都會過來 幫我放兩次血 真的假的 是真的 這種事 就是護士專門到家裡 就把他就血 他應該是想去你家吧 不是 醫師說要放 為什麼 因為我的血裡面 太多鐵質超過了 所以超過產生什麼問題 因為鐵會什麼 生鏽 對 會氧化 鐵會生鏽 所以你還用那個除鏽劑嗎 不是 這個道理就是 在你血液裡面 如果鐵過多 你會很容易疲倦 是因為鐵 氧化 氧化 所以你必須要放掉 所以你看 很多東西過於不及不好 像缺 你又不能吸收太多鐵 對 對不對 任何都一樣 心也不能過多 剛剛心過多 就會變這樣 那是你 郭哥 你怎麼都經歷過 因為瓜哥 我們以後在夜店 看到人家這樣說 鐵過多了 不是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很多東西都不能攝取過量 維他命這種 但是你隨時要 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對不對 而且你要照顧長輩的健康 照顧長輩的健康 不是因為對他好 他吃大餐 那反而更糟糕 偶爾一次可以 平常還是要粗茶蛋飯 我講真的 我到中南部去看他們 90歲了還在種田 你說鄉下空氣小不是 他真的 他還騎腳踏車 對 有這種 你知道他吃什麼 他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做飯 自己還做飯 自己種菜炒兩個菜 你會覺得 90歲吃這麼粗茶蛋飯 他活到106 100年級都有 營養像父母健康一點嗎 就隨時要關係這麼粗 好 謝謝 英國有研究發現 我們任醫生 大概平均會感冒200次 而且每次感冒的時間 會持續9天 所以其實我們一生中 有5年的時間 都會跟感冒共處 時間這麼久 到底你了解感冒嗎 感冒需要注意 哪些飲食條件呢 第一個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盡量避免吃一些刺激性 容易上火的食物 然後少吃油炸油膩的一個食物來源 而且記得要以清淡的食物為主 多補充飲水量 如果你有胃口的話 適度的補充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也可以加速感冒的一個復原喔